我們希望帶給大家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old 已經由貝多芬晚期 我們也放了一個在台灣比較少被聽到的舒豪 我自己覺得很童趣的音樂旋律 海頓的作品以往都是為皇宮貴族而寫 這一次我們帶來的這組四重奏 是第一次為了普羅大眾而譜寫的 海頓這一首T11之2 是提獻給Antoine Georges Abonne 在他從倫敦回來之後 所寫的作品 伯爵在聽了這個之後 他過了幾年他遇到貝多芬的時候 他要請貝多芬寫全宣宗 可是那時候貝多芬沒有把他答應 而是要過了好幾年之後 才寫了貝多芬人生第一首全宣宗 就是18至3 這個就有點像說很久以前伯爵買了一個種子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後面呈現的一三文這樣 對 下半場的貝多芬是比較 重口味的 前半我們就安排比較輕鬆一點點的 那Show House也會有很多比較有趣的像爵士或者是其他的元素在裡面 他很喜歡舞蹈 然後他覺得音樂就是應該要帶有狂喜的 所以他就會比較鬥感一點 他的曲子裡面就比較多各式各樣的節奏 然後元素比較多 對我而言Show House好像乾淨的口感 可是他又多變的曲風 就像他的title一樣Divertimental 好幾個樂章每一個樂章的性格都很不一樣 算是一個口味很豐富的前菜嗎 好幾個樂章 好幾個 Klein 好幾個可以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